詞曲 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陳茵茹 我是一個國小老師 在跟你們分享我的故事之前 想要先請問大家一個問題 對你們來說教育是什麼 大災問對不對 我從小其實就是一個好奇寶寶 我常常喜歡問東問西 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樣 我媽總是這樣回我 不要問那麼多啦 快去念你的書就好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一次兩次三次 我媽這樣回我之後 久了我也就不問了 長大之後 我看過更多的世界 我有時候會想 小時候那些為什麼 如果我有機會去深究 我的人生會不會有什麼不同 好比說我從小就喜歡做烘焙 如果我有去深究烘焙原理 我現在會不會是個烘焙高手啊 小時候那些沒有機會實現的可能 就變成我心頭小小的遺憾 所以教育是什麼 對我來說 教育就是給孩子一個機會 我今年教書第二十年 我相信你們都說我看不出來 我教學生涯的前半 在宜蘭的二成國小 二成國小啊 斜前方是公墓 後面是稻田 我班上有超過一半的孩子 是單親隔代或是新移民的孩子 也就是典型相對弱勢的孩子 我心疼他們生活環境上的不足 所以更希望帶他們多看看這個世界 在那個年代啊 如果大家查資料會去圖書館借書 網路搜尋用的是雅虎奇摩 大部分人不認識Google YouTube剛成立 世界上還沒有YouTube這個職業 那時候我帶著孩子們在網路上 學習如何搜尋資料 他們看著搜尋資料的結果 跟我說 嗚 老師這個很特別耶 好神奇喔 嗯 對呀 那你們要不要自己試試看呢 孩子們生活當中最熟悉的 就是他們的家鄉宜蘭 所以我們決定在網路上 寫文章配照片介紹宜蘭的景點 也就是說他們要以國小生的身份 在網路上當部洛克 寫部洛格 當部洛克其實要學的東西很多耶 他們要學查資料寫文章配照片 還要學架網站上傳資料跟讀者互動 學習這些新知對他們來說是辛苦的 中間其實他們卡關了 他們對我說 老師這個好難喔 我們是不是不要做好了 欸 不要怕 老師陪你 我們一起學 網路上查不到資料 我陪著孩子們一起實地走查 沒有適當的照片 我們自己拍 如果真的卡關了 我們一起找解決的方法 到後來有一天 孩子們興奮地衝過來找我 差點撞到我 他們抓著我說 老師老師 我們的部洛格 變成雅務吉摩的第一位 他們抓著我坐到電腦前面 開始搜尋 欸 真的耶 我們出現在第一頁的第一行 就在那一刻 我看到孩子們眼裡的光 他們發現可以靠自己的力量 被世界看見 他們也看見自己未來的不同可能 所以教育是什麼 對我來說 教育就是給孩子一個機會 我們的陪伴可以協助他成長 後來姻緣集會 我調到台北的永安國校 五年級國語 有一刻在介紹 沈心靈的公益故事 在課文討論的時候 我說 欸 你們看 心靈姐姐從國小就開始做公益了啦 老師 那是因為心靈姐姐很強啊 我覺得你們也很強啊 那我們要不要自己來試試看呢 所以啊 孩子們就用DFC的技巧 看看你剛剛記不記得 第一步是什麼 他們就從生活中開始感受起 結果最後他們票選 決定要幫助生活中 常常會出現的流浪貓 他們發現中途之家缺乏經費 就在想可以怎麼做呢 他們決定種菜一賣 都市小孩什麼都不會 從零開始學播種 施肥 出蔥 出草 週末還要排班輪流到學校澆水 就這樣靠著當農夫種菜一賣 每一年都固定捐款資助流浪貓 後來因為疫情 大家都不能到中途之家參觀 少了參觀互動 中途之家裡面的貓咪被領養的機會就變少了 他們知道消息跑來找我 老師 這樣貓咪好可憐喔 牠們就沒機會被領養了耶 真的很可憐 那我們要不要試著幫貓咪創造一個機會 於是我們發願製作線上的虛擬貓屋 讓想領養貓咪的人 可以透過網路在線上跟貓咪互動 可是VR虛擬實境是新興科技 要學的東西很多 要學建構情境拍360度全景照 還要學建立互動素材 還要學架網站 學習這些東西說實話真的很辛苦 中間孩子們卡關了 他們說 老師 這個真的很難耶 我們會不會做不出來 嗯 我也覺得很難 可是不要怕 老師陪你 我們一起學 360度全景照拍不好 我們一起重拍到好 导案類型不對 我們一起找怎麼轉檔的方式 真的卡關了 我們一起找解決方法 後來我們終於完成了線上虛擬貓屋 讓想領養貓咪的人 可以透過網路在線上跟中途之家的貓咪互動 還聽到中途之家傳來好消息 我們報導關注的貓咪被領養了 哪一刻 孩子們發現 他們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改變世界 他們可以給貓咪一個機會 所以DFC是不是適合所有的孩子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因為孩子的心是一顆種子 你給他一個機會 你的陪伴可以協助他成長 有一天他能給這個世界創造更多機會 我是陳寅如 邀請你一起來 我們一起給孩子一個機會 我們一起陪伴孩子成長